2024总统大选进入倒数了中共借选状况不断传出 国安局长蔡明燕证实 中国最近广泛的邀请台湾的民嘴民调公司负责人到中国来参与座谈还有上节目 然后再由官方媒体剪辑成短影音到处散步 企图要影响台湾的选举 至于是否公布身份用反渗透法来侦办呢 蔡明燕强调一旦正式登记之后就构成了借选法律要件 国安局也会密切的关注 2号公布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追踪民调显示 台湾2024总统大选将至对岸也密切关注我国的选情发展 官媒近期广泛邀请台湾民嘴专家分析 网路上也充斥各种短影音讨论 但要小心这些恐怕都是中共的借选手段 有几个新的样态 一个部分就是透过一些AI生成的技术 虚假账号大量的来散步这些错假的讯息 哪些民调机构可能的资金来源是来自于对岸 对岸或是海外的公司 那怎么样来寻找这些金流的断点 这大概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国安局证实近期发现 中共透过了中宣部以及台办系统 邀请青蓝民嘴 现任公职 还有民调机构的负责人 附中或是视讯上节目 官媒在剪辑成影片广传 企图要影响台湾选举 那为什么不公布呢 都有在侦查 都有在查的话 等到总统副总统正式要去登记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就对了 就涉及到戒选的法律要建了 戒选重点以民生实证议题比例最高 参选人个人争议居次 再来则是塑造两岸兵凶战委 以美论等任职作战 至于经济力又胁迫 军事武力恫吓压力同样不减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台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绪 我们情报单位要注意到的是他的政治意图 南方中共尤言转战 适逢台湾大选 官单位密切掌握 不让他国来捣乱 这环刘成为台报道